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说 美国打着网络自由的旗号 以五类人为核心 通过对中国基层群众的渗透 以达到改变中国的目的 评论认为这反映了中共当局目前的态度 可能想借由18大对民间进一步的镇压 7月31号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题为 中国真正的挑战是未来5至10年的评论文章 其中写道 中国真正的难题不是国际和中国周边局势 而是内部的体制变革和社会生态 未来3至5年 美国将利用非军事手段 制缓或者干扰中国崛起的进程 文章声称 美国将打着网络自由的旗号 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意见人士、网络领袖 若是群体为核心 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 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指出 以前这5类人群对中共来说只是灰色的群体 今天中共把他们打成了黑色或敌外势力 实际上是在借题发挥 他终于完成了这个计定 在中国人民日报 他已经完成了把这个当作一个借题敌人的这个计定 他终于完成了 他一贯的把这个矛盾推给美国 实际上制造这个矛盾是他自己的政治体制 不是美国 他把矛盾都推给美国 那这样他自己就没有责任了 然后就把这个人民去痛恨美国 大陆维权律师唐精灵也指出 中共玩弄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欺骗手法早已破产 这反映了中共当局目前的一种态度 可能想借十八大对民间进一步的镇压 中共一直在政治运动当中都是通过选定一些敌人 选定一些对手来打击这些人 恐吓其他群体 让其他人能够干预被奴役 这是他一贯的政治运作手法 如果说是放在前几年 像中国去玩弄说美国敌人论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 他会有很多的网民都会信他 但是像今天来讲网民根本不会信 另外唐精灵还表示 中共目前外忧内坏 局势空前紧张 因此想通过把矛盾推给美国的手段 来转移民众关注的焦点 外交方面像比如说中国的领土纠纷 领土方面存在的问题 跟其他国家的交往的问题 在经济方面就是说比如说像国内经济的这个疲软 还包含就是说国际贸易的这个很多问题 越来越多的人权问题 包含说像社会社会问题 比如说像生活困难物价高涨 这些都是因为他私政不当所造成的问题 唐精灵指出 在最近几年的社会发展当中 官僚自身的腐败和他们的私利 绑架了国家利益 导致了内政外交的腐败 促成了中共提到的这五类群体的不断壮大 人民日报新黑五类的说法被网民嘲讽 总有一款适合你 除了官员人人中枪 还有网民指责 这黑五类牵得够可以 闭着眼睛施暴都不会打错 陈友苗指出 一个政权不能保护弱势群体 还要把弱势群体当作阶级敌人 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以暴制暴